字幕EW 資訊 觀光路由宥格新娘工序主辦2023新娘天密節 將在六月底年少200 周末分別在新娘天罔夫和新娘鐵桃文化元器 在這個頂中 台南市長會長今天五月二十二日 出秀瓦東選團記者會是標示 台南有前堂室的暱稱 是僅僅曾經很多民眾耳熟甜蜜的回憶 有這麼大小朋友來體驗台南獨特的甜蜜滋味 台南市長會長標示 邀請大家來到一年一度的 新營甜蜜節已經不練堂了 但是過去甜甜蜜蜜的堂的滋味 都還留在民眾的心目中 而且台南是全堂城市 因此對於這個甜蜜節 我想說會引起很多人的嚮往 過去我們剛舉辦甜蜜節的時候 坦白講這個本來沒有預期很多人 可能預期個一兩千兩三千 就一次來了一萬多人 所以我覺得可見這個堂甜蜜 大家還是希望甜甜蜜蜜的 尤其520剛過 這個甜蜜的日子剛過 所以說不管是小孩子喜歡吃糖 還是大人談戀愛 覺得很甜蜜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此我們今年再次舉辦甜蜜節 也希望大家福老西 親子之間或是情侶之間 都來心盈享受甜甜蜜蜜的氛圍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 一個心盈的人物 這是一個等下會開發跟報告 大概我們有一個活動 大家我們叫默默家族 有一個四級活動 創意活動 還有檀位 這邊 大概我們四大四天的主舞台 一圍圍圍圈 大概有這邊活動 大家有扯鈴 小丑 帕帕帕派對 還有直接某室 最主要有金子帶洞跳 小腸不瑜 最喜歡的當夢幻氣球秀 小朋友都會滿喜歡的 這一個的 再來還有那個 這邊還有那個 陌陌派對這個水晶球雜技 算成這裡 這邊 節目是滿豐富的 這邊天鵝五樓活動 創意活動 我們大概是可以有 民眾直接創意 來收起探學隊 再來五次 前五十組 兩人需要兩人一組 每人可以獲得五十雁的四級 折價券 我們再來有活動 大概一二三四五 最主要的是 我們最喜歡的大概是 透過這個 天鵝五的落葉 來觀察我們 天鵝五整個生態園區 這個整個 生態教育是最好的 因為天鵝五 這個很漂亮 我們常常在這邊 散步 這邊有 德智體情慾 當體美 讓小朋友 來做一個整體的活動 那天鵝五 園區這邊 我們當然傳關卡 這邊 報告一下 這是阿唐 大家是這一個 活動 最主要的是 我們在舞台區那邊 手提貼紙 這幾張五個 我們人送一個 五十雁的 錢 當小朋友 錢 五十雁是不是單單 但小朋友拿到這個卡 集合就是很高興 就是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活動 我們在四級活動 大家最喜歡 有超過三十 最主要都是我們在地的 在地的那個產業 還有我們青創 園區大概五十五 台地以上 三十零 小朋友最主要都是台 就是 我們最主要都是沒有外遺地 都是我們台南 台南的產業 我們最主要推廣 是台南的 這幾組不同 對 對主要的是 要去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陌陌台一個 泡湖姐姐 剛剛有一個 泡湖姐姐 我剛剛忘了介紹 如果可以 泡湖姐姐在陌陌台 是很有名氣的 小朋友都很喜歡她的 我認為在座的 大朋友小朋友 如果認識 泡湖姐姐的話 那代表你們總很年輕 真的很年輕了 因為大家的人氣是蠻大的 這邊滿四天來這邊 來這邊玩 兩個週末 週末、週末、週日來玩 還有攝影我們周邊的景點 現在我們在白河 電話展示在開 我昨天回去 我看得好漂亮 我現在滿電話展示 看早上真的很漂亮 我昨天去了拍很多 很多照片 還有我們東山 我東山人 回家一定要吃那個 我們東山的咖啡 這邊大家順利我們 整個 台南地區兩、三天 一定不累的 這邊 今天請感謝代表 我們台南市長 官方旅遊局 我們居長 再帶點電故事 再議會 官路郵雅說 六月七三到七時 在新娘天河湖 會生於阿棠探險隊 為主著 六月七三修長 冤春 搖槍摩摩家族 泡湖姐姐 跟小朋友同樂 一同為天河湖探險 主力於揭開心目 接著就是六月七十到 在新娘鐵道文化園區 將於阿棠 和貓貓的主著 要請民眾作為來找阿棠 由客科 在過程中 認識五分車和唐鐵文化 以上是 怎麼自成功 勸足 找你